又带了大家期待已久的 相亲资料分析环节 之前我分析的都是 北方某大城市的 相亲的一些女性的投稿 有人说那五环外的世界呢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 标准的四线城市的 相亲的资料 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你们老说我这个 只分析女的不分析男的 对吧 那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来分析分析男的 男女一起讲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女性啊 95年身高1米65 体重保密 保密呢 那基本上就是偏胖了 天秤座 我这个人不信星座啊 但是我这个怎么说呢 为了给你们做节目吧 我就强行的看了一下 天秤座的知乎上是怎么解释的啊 实在太长了啊 就看这前三个就好啊 第一纠结 第二懒 第三严控 我不知道这妹子 写天秤座 是不是就像委婉的指出自己具备以上的缺点啊 反正我觉得是 要我的话 我不这么写啊 自己有个家里给的公司 年入十五万 如果他是公司CEO的话 那年入十五万 这公司有点低啊 那如果他是在这个公司里打工呢 其实他就不能说这是家里给他的公司 对吧 车是没奔C啊 杨历代言的 房呢 在日照 大理 三亚都有啊 就是说 在一些 二三线城市吧 大理和三亚呢 属于旅游城市啊 还是有购置房产 经济实力 如果在日照这个地方呢 还算是不错的啊 性格活泼 开朗 善解人意 喜欢跳舞 旅游 游泳 瑜伽 全是消费类 对吧 之前讲过 一直两个年内想结婚 着急结婚 九五年的着急结婚 你看现在卷的多厉害 对吧 好多八五年的还没结婚呢 那么你看这来了啊 希望男性 一米八五以上啊 体重不限 体态匀称 那这句话呢 就很有科技含量啊 体重不限 体态匀称 那什么样的人又重 体态又匀称呢 健身的人啊 本科级以上啊 他呢 没有写自己的学历 那么按照常识呢 一般是优点都会写出来 他没写呢 应该就是他应该没到本科 对吧 正能量啊 这三个字 其实我看着脑袋疼 积极向上 就太模糊了 什么叫积极向上啊 我就不懂啊 你要让我一解读 又过度解读了 是吧 热爱运动 有车 有房 有存款 即可 这两个字精髓了啊 就是说你看啊 我才对你提了这些要求而已 对吧 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啊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一米八五以上 在家本科啊 在家这个热爱运动 在家有车有房 在这个日照当地 能有多少男人符合啊 如果你觉得这种女性呢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对吧 那我给你找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能对标他的男性 对异性是什么要求 看这位啊 97年小哥哥独生子 身高一米七五 体重六十公斤 那身材很标准 比刚才那个妹子高十厘米啊 但是达不到那个妹子 一米八五以上的要求 在实就一个贸易公司上班 工资养活俩人没问题 你看人家话说的很艺术 说多了怕你觉得吹牛逼啊 有一辆代步车奥迪 人家可不说奥迪A级 对吧 不喝酒 父母在青岛做生意 有两套房子 你看人家这个 其实是家里有公司的啊 而且人家是在青岛 有两套房子 我是觉得比什么 日照大理三亚靠谱多了啊 老家资博还有一套 目前准备在日照定居 喜欢健身和改装车啊 你看健身代表着自律 喜欢改装车那真是那不是一般的少爷啊 改装车可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 其实人家这么写呢 就是很谦虚了 而且也有足够的信息给出来啊 就说我是有钱的啊 自己也没什么社交 只能麻烦大哥给帮忙了啊 就是说圈子还挺小啊 对女朋友的要求 看见没有啊 希望能脾气好一点 三观正就OK了 你们老让我讲这男的相亲资料 你觉得就这种呢 你让我有什么可讲的呢 你让我讲他什么 你让我喷他矮吗 那我还是个人吗 这位不论从年龄 收入啊 这个对自我的认知 我觉得咱们不说超过刚才那妹子吧 至少是同一个level的吧 对吧 你看看人家对女朋友提的是什么要求 对吧 老让我讲男的 我就给你讲这个 你爱看吗 有什么好讲呢 不过